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指出 中国的电讯设备制造商华为是一个威胁 他又透露可能会采取极端的行动 要禁止中国生产的网联汽车进口 而美国对华境外投资限制的实施细则 则会在今年的年底就会完成 芯片制造商英特尔预计 禁止向华为出口芯片的禁令 将会影响公司第二季的营收 根据报道 美国政府也考虑实施新规则 限制中国和俄罗斯使用美国的人工智能软件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周三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表示 可能会采取极端行动 禁止进口中国生产的网联汽车 以防止收集关于司机和乘客的敏感数据 但他没有说明详细时间表 雷蒙多又预期财政部会在今年年底之前 落实对华限制措施细节 商务部将协助落实涉及人工智能的限制措施 他指出商务部会建立工作团队 以研究落实有关安排的细节 并寻求国会同意拨款500万美元 以支持购置资讯设备等相关工作 美国总统拜登是在去年8月 签署行政命令 要求财政部制定措施 限制美国企业在半导体 及微电子量子资讯科技 和人工智能系统 向中国企业进行同思 对于美国商务部 周二撤销了当地部分芯片厂商 向中国电讯设备商 华为出售芯片的许可证 英特尔发表声明 指新禁令将导致公司的第二季收入 降低于之前发布预测区间 125亿至135亿美元的中卫区域 但预计全年收入和美股存力 仍然保持到暗年增长 另一家设施的芯片制造商高通则表示 与华为的业务已经很有限 很快就会萎缩至接近零 中国商务部周三晚间回应指 美国政府撤销部分企业 向华为出口芯片的许可证 是美方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将经贸问题重置化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针对特定中国企业 一再采取无理制裁打压措施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另外路透社引出消息人士指 美国政府计划实施新规例 限制中国及俄罗斯 使用类似聊天机器人 ChayGBT等 由美国企业开发的 生产时人工智能软件 美国商务部拒绝做出评论 中国驻美大使馆则形容 美方的行动是经济胁迫 中方保留采取必要措施 以捍卫资深利益的权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